hello 伙伴侧大家好 我是R1 VR的姐夫 今天我们终于拿到了 爱提提玉山 究竟这一台 在2021年年初 已经开了一场继续发布会 6月份又发出预告发布会海报 到8月的尾巴 才正式面向消费者的 神秘国产VR头显 是不是准备了一些大招呢 究竟头戴舒适度 影音体验 手柄和头显定位 还有最重要的 Channel电脑VR游戏体验 会是如何呢 这些都会在这一期视频里 好好讲一下的 喜欢这影片的话 也请一键三连和关注我们频道 以后会有更多 VR上关的游戏和硬件体验 造成在这里播放 让我们正式开始吧 首先我们先开个上啊 一上手就觉得这个扇子有点重 套装盒的正面 映着VR头显和手柄 底下隐约印了个VR两只大字 只能说是很简约吧 然后底部有四个大字 奇遇Q3 我们这个版本是128GB 跟Pico Neo3和Oculus Quest 2都是一样的 背面的话印有十个游戏封面 都是VR一体机里可以玩的 好像首发玩家全部免费送30个游戏 感觉好像都可以哦 有些外国本身挺有名气的VR游戏 例如亚丽莎那阳光 危机行动队2 Sombie Land Headshot Fever等等 然后还有一些国产游戏 例如奇遇派对 月动未来印计划 原世界 这些都可以晚一点试试啊 在下面印有产品的详情和包装清淡 但字体印的太细了 几乎要用放大镜看才行 所以我们直接忽略 马上打开看看里面的VR头衔吧 一拉开就看到很大的一个Q3 是不是有点碰瓷还没发布的Oculus Quest 3呢 盖子也是有点重量哦 打开后就看到我们的主角 爱奇艺奇遇3啊 不过用数六代包装着G7感觉有点时代感 但是手柄本身已经穿好手冰省了 不用再后期自己装 这个感觉不错 然后就是头显 嗯 感觉挺轻的 但先放一边 桌面不够位置啊 旁边有一个小纸盒 里面有一个支持QC3.0的充电头 5V散烂的输入 然后有两支5号电池 一条USB-C数据线 眼睛布 还有不用看的说明书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奇遇山和手柄的外观吧 手柄的话我觉得外观有点似曾善事 不过现在大部分的VR手柄都是用这种红外线定位的方案 也无可口废吧 这个黑色圆圈直径应该跟Quest 2差不多 但是高度就矮一点 另外比较占的一点 在下面有一个左右的标示 这样玩家也不会容易搞混乱 按键的话手感有点轻也还行 摇杆手感就不太好了 特别是往右边推的时候 好像内部会称到其他零件 手柄电池盖的卸击比较粗材 是上下用两块其实固定的 终于不用很用力打开了 就是不知道玩得激烈的时候会不会容易送托呢 接下来到头显主体 可以看到上下都有一条很明显的银色网格凹桥 应该是散热用吧 总感觉这样的设计特别容易智慧 电源键就在头显的上方 旁边还有两个提示灯 正面有四个设计头 两个长一点的 再上下 两个很大一个圆形的 再左右 这个设计都挺有辨识度的 甚至有点蠢萌 难怪发布会商会用来做吉祥物了 不过这样的话 手柄定位方案就让我有点迷惑了 因为跟其他的VR一体机有点不同 可能是高通的另外一种定位方案 有熟悉相关VR硬件的大佬 能在下方评论区请教一下吗 底下还有两个调节键 这个是物理同区的调节 左右推就可以了 这一点比Quest 2好哦 不会只有三单选择 这个物理同区调节 可以在58到72毫米范围内调节 应该大部分人都可以适应得到 另一边就是音量的加掌键和麦克风 头显的两侧分别 有一个3.5毫米和USB-C插口 侧币可以很轻易的 抬起到接近90度 塑料侧币的内侧 能看到声音工方口 侧币一致延伸到后面的 都是不能拆卸的电池包 电池包前面有一个可调节的拓整 应该能根据后脑的大小来调整的 这方面我觉得比用同一样方案的Pico Neo 3要好一些了 里面我们能看到两个菲尼尔晶片和底下的4K LCD屏幕 就到此为止了 实际上头简单体验一下吧 以戴上的感觉还行 但正于刚刚所说 这个布料有点粗糙 而且好像有点稀罕 加上不能拆卸的面罩设计 估计玩久了以后 就会有点异味了 可能要经常插洗才行 姐夫本身是戴眼镜的 这个头衔可以直接连眼睛一起戴上 也算比较方便吧 不过经过一系列的新手引导和地面水平校正后 来到主页面 我发现这个界面紧一眼是斜的 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校准的问题 后来调多几次后 多多少少都会有发现这种问题 看来这个定位方案可能真的不太行 在进入了其他APP退出后 又好像会复正常 这个真的有点无语了 画质方面 第一感觉并没有增加了四场角 清晰度跟Oculus Quest 2和Pico Neo 3差不多 四边并没有明显的色散 看看手柄的定位吧 正常的使用下手柄能正常的定位 但是只要正直状态下 右手柄就会有点轻微的抖动 而只要把手柄放在桌面上 没多久 手柄就会开始自己跳舞了 最后又回归瓶颈 你这是在逗我吗 哎好吧 可能爱奇艺觉得这些部分都不是很重要 那我们看看影视部分吧 爱奇艺作为一个大型影视场 在自己平台有大量正版的视频 而且还专门推出过给VR设备用的爱奇艺VR Oculus Quest 2和Pico Neo 3上都有 估计在自己的VR一体机上 看视频和电影应该会有buff吧 结果我只能很遗憾的说 并不是 在头线里我们可以观看自己在S&P协议硬盘里的电影 打开阿凡达 竟然是分屏的 要自己动手设置回3D才行 不过在主界面里看视频的话 这边环境都是一样的光亮 要进入左下角的IQUT影院 才有多一点的视频设置 例如环境光亮度 3D深度 观影环境等等 这样画面的沉浸感才有点提升 不过在播出声音后 就马上打回原形了 这个喇叭的效果也太拼了吧 只有高音好一点点 中音低音的感觉很廉价 是很单薄 而且没有立体声 说好的视频大厂呢 我一开始还抱有期望 在影视这一块会做的比较好 我猜可能是硬件的过了吧 这个声音效果在视频里比较难表现出来 反正我的手机攻防都比它好就是了 基于大家很期待姐夫测试的 串流电脑玩PCVR游戏 不好意思 让你们失望了 其余三的系统本身是禁止了 投屏 录屏 截屏 串流画面 难道只能放电脑的播放效果 再口播一下吗 感觉好像不太对得住我的观众哦 于是我想了一个办法 用运动商机做个外录不就好了吗 看到系统表示我的电脑配置强劲 可以满足串流的需求 我开开心心的戴上头衔 谁知道 这个视线怎样自在地底线上 无论是有线串流还是无线串流 都是一个样 那我还可以怎样玩呢 要不我趴在地下路 还真行 那 那就这样吧 虽然在画质上 会跟肉眼看得有所不同 毕竟机器所72帧刷新率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所必定会和延迟 哎 有点很贴不成功啊 在玩节奏关键的时候 手柄会比较容易丢信号 而且无论在电脑客户端 选了哪种模式也好 画质都是依然有点扎 而且会起马赛克 我的网络协制 在用Oculus Quest 2和Pico Neo3时 都没有这么扎 听说这个串流是用ARVR模改的 而且网上说明书还保留了ARVR字眼 这个真的是无理吐槽了 不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VRTree-up主 还是要为观众做好视频的 刚好前几天 我为了在Quest 2上 看爱奇艺VR 价价输费了那个贵价的新传会员 还可以试玩一下 在奇艺上发布会上 有小鬼歌曲玩的音乐游戏 《月动未来》 音机化 下期我把一体机的内容都体验好后 再做一个详细的体验视频出来吧 这30个爱奇艺免费送出的游戏里 理想姐夫体验哪一个呢 欢迎在弹幕或者沙发频率区留言 或者在于我们的玩家交流群哦 群里会有更多志同道合的 VR玩家大佬 一起聊聊数码和游戏 顺便可以一起解决一些 VR应用上的疑难杂症 在QQ里搜索 这群号 输入回答QVR 就可以成功进入啦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其他补充剧料 我会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喜欢这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 茶王VR 姐夫在B站以及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哦 这里是茶王VR 一个极愉快体验和硬核造成的 Oculus Quest爱好者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